而目前根据加州规定 5人员工以上的公司从今年开始 必须要分批次的提供企业退休金计划 或者是在规定期限里头加入 加州财政部提供的加州储蓄者计划 第一批截止日期是2020年的6月30号 而最近加州的财政长马世云 在出席华兴保险企业雇主研讨会 宣导加州储蓄者计划以及中小企业 可以从政府获得的金融资源跟帮助 华兴保险近日举办了 第三场企业雇主研讨会 邀请到加州财务长马世云 联邦调查局 国税局 联邦劳工局 移民局 联邦中小型企业管理局 等代表与会 并且邀请专家分享企业雇主 相关的最新资讯 当天有超过50位企业主管 和雇主取经受益良多 我明白了多艰难 马世云表示 十分理解雇主的担忧 到场为雇主和主管加油打击 也鼓励他们 善用政府提供的资源和方案 让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他表示 加州法规要求 五个或者以上员工的公司 必须提供雇员退休金计划 或者在规定期限内 加入加州财政部提供的 加州储蓄者计划 首批截止日期是6月30号 否则雇主将面临每个员工 高达750元的罚款 现在我们的疫情 在我们的华人社区在延烧 各位有没有想过 某一些餐厅 某一些公共场所 当你进入的时候 别人要养你的体温 这样东西对我们来讲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动作 很可能让你被告 你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这是违法的 因为你可能第一个 侵犯了别人的健康的权利 第二个你可能 违反了所谓的残疾人法 ADA的法案 华行保险总裁张国新表示 讲座帮助企业雇主们 善用政府资源 了解法律保护员工和客人 企业雇主研讨会 最近一场将于27号 在耳湾举行 讲座极限于公司的负责人 以及相关的高级主管参与 免费报名和活动详情 可以参考华行保险官网 或者拨打专线进行了解 中电中望采访报道 那就行到了